当地时间26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会见韩国总统尹西岳 李强表示 建交30多年来 中韩坚持相互尊重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 双边关系发展迅速 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希望韩方同中方一道 把握两国友好互信的大方向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务实合作 抵制把经贸问题犯政治化 推动中韩关系向好发展 走稳走实 尹西岳表示 韩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将一如既往坚定之力于发展韩中关系 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拓展共同利益 推动韩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双方同意事实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 副部级外交安全2加2对话 事实启动中韩1.5轨对话交流机制 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进一步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265 1.8 2.6 2.7 2.7 1.8